亞洲田徑錦標賽 一週的賽場結束 中華英雄帶著一金一銀 光榮歸國 其中一跳成名的跳遠好手林玉棠 首次的國際賽就大榜一彩 而這位新科的跳遠欣星 回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大膽小吃 先把台灣的小吃吃一遍 笑什麼 你也是對不對 我應該去找一間火烤雙吃 先吃一下吧 好不容易就是第一次出去比國際賽 然後又拿到一個含金量蠻高的金牌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成績也還不錯 就是對自己的信心也大大提升 經歷大賽棲裡有人帶著將牌 繼續前進 但也有雅錦賽的新同學 帶著遺憾回臺 練球一姐與雅倩 在比賽中兩次的透支失誤 最後一六十一公尺一九獲得第四名 儘管沒有達到理想成績 但也收穫寶貴經驗 最大的收穫應該是在兩次失敗後 然後第三次還可以把自己調整回來 然後順利的進到決賽這樣 家人吧 對 就是因為他們一路上都很支持我 然後就是就算我今天就是比不好 但是他們還是希望就是我可以好好振作 然後下次再來這樣 躲下好成績固然重要 但更值得珍藏心理的 是場場比賽中得到的經驗 亞錦賽中華英雄們返臺之後 也馬不停蹄地重返過信中心備戰 期待在未來也能繼續在場上 發光發熱 YT台採訪報導 YT台採訪報導 以為 RoC 実際 Marib внимARS 微無化 哪